今天就花几分钟的时间给粉丝朋友们讲一讲股票最基本的常识 这个常识呢只需要一分钟就能够教你看懂股票代码真正的含义 我相信很多的一些散户朋友或者是一些新手对于股票代码的真正含义 其实啊了解的不多 所以呢这期视频粉丝朋友们一定要认真仔细的看到最后 看完之后你才能够理解到股票代码真正的含义 对于市场方面的技能以及当下市场当中严选出来的热点投标 我都把它放在了文章里面 如果还不知道怎么开文章的粉丝朋友 可以到咱们平时跟自己的亲戚朋友打语音聊天的地方进行搜索王牌论股 只有这四个字 锁定好每天的文章更新就不会错过下一只的涨停牛股 好接下来我们先来讲一讲第一类也是最基础的 以60开头的 那么这是护士的主板 以00开头的是绅士的主板 以002开头的 那么这是中小板 300开头的 那就是创业板 688开头的是科创板 还有一个是8开头的 那么这是北交所 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那就是关于新股 如果股票代码前有个N字的大写字母 代表的是当天上市的新股 如果股票代码前是一个字母 C说明股票上市不到5天 所以粉丝朋友们一定要注意 注册制之后新股是非常有意破发的 尽量不要去打新 这是第二类 第三类 我们要格外的谨慎 如果股票的代码前出现了大写字母 XD说明当天的股票是除夕日 如果出现的是XR 那么说明当天的股票是除全日 如果出现的DR这两个字母 说明股票当天既要除夕也要除全 这是第三类 第四类 我希望你不要遇到 因为它是一种风险提示 如果股票代码前出现了一个大写字母U 说明什么说明公司上市但是没有盈利 如果它出现了ST说明公司业绩是连续亏损了两年 如果ST前面加一个信号一定要格外小心 说明这家公司已经是连续三年的亏损 有可能会马上迎来退市 明白了吗 好了朋友们 这就是今天给粉丝朋友们所分享的股票代码真正的含义 希望对粉丝朋友们在股市当中有所收获 更多的技术干货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